裁切青鋼架 木板底座扫洞 接着再放上摩耶夫人庙 多宝佛塔 慈濟蓝皮尼会所等建筑模型 北区首场穗墨祝福祈愿法器 团队以送爱回归佛陀故乡为主题 佛陀故乡我们就是以蓝皮尼远做代表 然后要送爱回归佛陀故乡 我们就是呈现了慈善医疗还有教育 还有当地的苦难的状态 实际在蓝皮尼有一个新会所 那代表正法回归佛的故乡菩萨从地涌出 所以我们就是让这个会所可以从地涌出 细致的主题呈现不止建筑物 还有人物要完成 志工邀来从事宠物公仔制作的手艺人 谢明松微妙微笑地捏出12位 此季的代表人物 从头部开始就很慢慢地在那边捏 捏完以后头部再来接身体跟脚 这个接完以后底下还要打那个 那个铁线在里面当机制 它还可以调整身形 这个五官的话要很细地在那边画 这个就要很费工 还有这种logo啦 还要替代的部分 这个都比较费工 制作团队约摸20人 几乎都是很有经验的志工 80岁的陈建雄虽遇母丧 但依旧在守校期间把任务完成 父母养育我们80年 做起来的功德 我就想要为妈妈做的 佛陀成道 最重要的道具是菩提树 这一次由林芝凡带领几位志工一起制作 女生手巧回收宝特瓶裁剪成叶子 另外再用废弃电线里的铜线 做成树枝 一棵树的完成让它很有感触 已经有树枝的 我增加叶子其实是很容易的 现在一个树里面总是会有一些树枝 它是断掉的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还要再去重新把树枝枝芽 去找它的善根因缘 它才有办法去不断地开枝阔叶 这也让我知道说 如果心中有善念 其实是很容易赶快让它去增长 那如果这个人的善根不足 那一定要想办法 用很多的方便法 然后再有周围的因缘汇聚 让它的善念能够增长 志工们众志成成的作品 让大家在发行利润时 能更了解佛陀为众生的心念 也更坚定自己做慈祭的处罚心 大约新闻知赛美志工 陈秋华 土耀男 魏文辉 陈子新台北报道